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今天開始之前 先恭喜蝦皮獲得了 Pokemon GO世界錦標賽冠軍 回想回到當初Pokemon GO剛推出的時候 真是全城狂熱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定是晚晚摩士公園都兌滿人捉啟暴龍 不過捉小精靈之前 我們先看今期熱話吧 Bowers & Wilkins剛推出了全新PI8和PI6真無線藍牙耳機 新耳機由PX8團隊開發 外形和音質並重 高階型號PI8支援藍牙5.4 aptX Lossless和aptX Adaptive高清音訊 內置12mm碳膜動圈單元 支援24bit 96kHz音訊 採用獨立ADI DSP、DAC和放大配置 可以有效提高音質 開啟ANC後都擁有6.5小時的播放能力 還有IP54防水等級 PI8的售價是3380 亮黑、亮白和午夜藍色 現在都可以賣了 而翡翠綠色預計在9月下場推出 至於PILOG就是任門型號 但都支援aptX Adaptive高清編碼 配備12mm生物纖維單元 提供8小時播放時間 售價是1980 預計9月亦會正式推出市面 Sony WF-C500無線耳機的繼任者 WF-C510可能即將亮相 據網上消息指 C510在外觀上和現有的C500好似 但外感設計更加緊臭 按鈕更加平整 還加了額外的咪和音壓平衡控 電池續航時間提升至22小時 還有更快的充電速度 充電5分鐘就可以播放1小時的音樂 C510會延續Sony的DSEE音效技術 支援藍牙多點連接 和環境聲模式 但就沒有主動降噪功能 預計會有IPX4防水等級 顏色包括黑色、白色、淺黃和藍色 雖然價錢還未公佈 但估計和C500都差不多 預計在今年第三季發佈 雖然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將被Google TV Streamer取代 但Google仍為裝置推出Android 14升級更新 最佳畫中畫模式和智能模式等新功能 但由於硬件限制 舊設備就無法支援Android 14的 Thread智能家居集成功能 新款的Google TV Streamer 內建了Thread無線發送器 可以與其他智能家居設備直接通訊 Google承諾將會繼續為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提供安全更新至2025年 至於HD型號 亦可獲更新至2027年 BanQ推出一款專為睡房使用而設的 雷射Google TV投影機GV50 擁有500 ANSI流明亮度 和BanQ獨家的Cinematic Color技術 支援1080p HDR和HLG畫質輸出 對比度達10萬比1 最大建議投影尺寸是120吋 支援135度垂直 和360度水平投影範圍 輕鬆就可以將影像頭射上天花 雷射光源壽命達25000小時 配備18W 2.1聲度喇叭 還有天花板影院音效模式 續航達2.5小時 支援USB-A、HDMI和USB-C連接 預載正版Google TV和Netflix串流平台 香港官方定價是7999 Texis Instruments正式公佈了 全新的4K DLP晶片DLPC-8445 可以支援4K解釋度 和高達240Hz的畫面刷新率 還有VRR功能 專為遊戲玩家設計 這款新晶片可以用來開發小型4K投影機 支援達100吋畫面投射 HDR和3D顯示 能夠提供低延遲功能 非常適合射擊和動作遊戲 新技術突破為家用投影市場 帶來更多新的可能性 預計Samsung和LG等品牌 很快都會推出支援新顯示格式的投影機 根據Bloomberg報導 Apple可能今年會出兩款全新的AirPods 分別是入門級和中高階型號 新款的AirPods計劃會改變設計風格 不再用長柄設計 會變得更接近AirPods Pro 2那種短柄的外觀 高端型號更加可能首次引入主動降噪功能 另外更新還包括換了USB-C的充電 設計上還會提升音質和舒適度 雖然Apple暫時未對這些全民作出官方回應 但業界普遍預期 新的AirPods會在Apple9月的年度發佈會上亮上 和iPhone16等其他硬件更新一起公佈 Google最近在Made by Google活動中 公佈了Pixelbox Pro 2無線耳機 設計參考了4500萬個不同耳型的數據 所以就算全日配戴都非常舒適 內置了Tensor A1晶片 配合11mm單元 可以提供極低延遲的音頻處理 每秒可以適應環境300萬次 主動降噪功能是上代的兩倍 開啟降噪功能後 可以有8小時的續航力 連上充電盒就可以用到30小時 引入了全新的AI功能 今次還開發了一個旋扭可調式的穩定器 可以令耳機有鬆緊兩種配戴模式 這款耳機有4種顏色選擇 售價是219英鎊 現在已經開始預購了 MONITOR AUDIO 公佈了全新的GOLD Series 6G 喇叭系列 新系列包括了6款型號 用了人造烏木式面 雙體設計更堅固 部分型號更加入了頂部裝飾條 以提升音場結像 新喇叭搭載 Hexagonal Diaphragm Technology 和SeaCam技術 減少了錐體共振 新喇叭的錐體技術 更結合了MPD3高音單元技術 可以提供更準確的高頻響應 新喇叭定價由1000英鎊至5500英鎊不等 今日的金奇熱話就來到這裏 提提大家三星校門會第一次聚會 下星期就舉行了 如果大家都是三星粉絲 又想和小西一起玩好你的 Samsung電視和Soundbar的話 就快點去報名了 名額有限的 還有記得要like、comment 和share這條片出去 按下subscribe和按下鈴鐺 那就不會miss了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